字幕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要除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先介紹下午第一節的嘉賓 來自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芷喜,Hary Haley,你好 你好,Meg 跟著Hary,半日主版成績分別 沽空方面的情況 先看看內容分別的情況 半日主版成績分別有269億多 至於沽空額方面佔了27億多 拋空最多的股份就是盈富基金200 佔了沽空額分別有3億多 佔了股份成績分別有四成 第二隻被拋空最多的是近期走勢比較好 騰訊控股 見到700 佔了沽空額分別有1成4 至於健康方面 成為第三隻被拋空最多的股份 雖然1億都未夠 但佔了股份成交接近兩成 中國銀行排在第四位 3988 它的股額分別有8千多萬 佔了股份成績分別有1成6 先跟你說一下 就是盈富基金 見到股額方面 今天來說 都是大皮數拋離其他幾隻股份 有3億多 佔了股份成績分別有不少 跟進一下 就是盈富基金 現價是23.9 跌1毫 跌幅1% 也不夠 再問你 是否看淡 就是恒指方面的走勢 見到昨天升了那麼多 今天來說 大股份有少少回和 現在跌67點 怎樣看港股和盈富基金 如果看港股表現來說 亦相對於盈富基金的走勢 其實本身 如果看港股 今天有個回讀 我都會相信 昨天升幅是一個消化 看看成交量方面 很明顯有一個下跌的趨勢 亦都見到 如果升市通常沒有一個很特別的成交支持 其實本身我都會覺得 累積了那麼多的升幅 真的會有一個回讀 市場現階段來說 經過了薩默斯 亦都說到 不會再選聯儲局主席 令到市場有一陣亢奮之後 其實不同的資金 亦都是回歸基本 去看回 即是接下來觀望 聯儲局的議席會議 結果會是怎樣 其實如果總體 看回沽空金額來說 其實我覺得 今天上午的沽空金額 不是很多 佔債市總體成交只是7%左右 我都覺得不同的資金 都不太敢沽空 現階段不同的股份 其實本身 就是說 如果星期四本身 聯儲局的議席會議結果出來之後 決定扣減買債的規模 只有100億左右 其實本身的不明朗因素 就消除了 反而我覺得對於整個 後市的表現來說 是一個利好的作用 不要忘記本身 本身A股方面 今天有個回討 但政策推出的預期下 其實我都會覺得 港股的走勢上 都會是偏格 暫時去看回 如果你看回恆指的狀況 我會覺得 現階段 其實可以繼續去看回 大概是 今年5月的高位 大概是23,512點 現階段回吐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去到23,000點 那些心理關口位 大概十天線的位置 就已經是有個支持在回到 但看上來講 如果投資者想著去沽空的話 我覺得暫時可能要先等一等 我覺得大家不要手行去現階段 覺得市數 就好像升了1500點下去 會不會有個很明顯的回吐 暫時我去看回 資金沽空或者沽盤的狀態 其實就不是那麼強 我都會覺得 無論20000也好 還是恆指都好 其實我會覺得 過了這個星期主要的 意識會議結果之後 後市其實向上的機會 都是比較大 另外一隻 今天來講上一榜的 就是騰訊控股 其實見到 騰訊現價做419.6 跌幅不超過1% 雖然說這一刻是要跌 但其實在圖表上 都會見到 過往幾個月來講 其實升了真的非常多 看到繼續創上市的新高 怎麼看這隻股份 如果看回騰訊的表現 大家都可能對它本身的股價 向上的動力為之側目 其實也看到 去到420元這些位置 會不會再有一個上升的動力 我自己覺得 騰訊現階段就在插著衝景 其實本身 如果你說從估值 或者本身的業務上來講 計算它們遊戲 或是網絡的廣告 或是本身原本的業務 其實大概 我看那個價錢 或者估值上面 應該大概是值360元 其實以360元 流上的股價 其實就開始 Pricing 微信的業務 微信的業務 其實大家投資者 都會有很多的憧憬 究竟本身那些遊戲 會收到多少錢 或是 如果每個微信用戶 都下載過遊戲 也會給一部分的錢 其實騰訊的收入會很可觀 其實大家都是猜猜猜的 我們看到不同的大行報告 今次推出出來之後 都紛紛調升他們的目標價 去到460元 480元 我覺得股價上面 會不會上到這些價位 是有這個機會 因為本身 未進究竟有多少收入 未到真的有份業績出來之前 大家都有很多衝勁 所以股價表現上面 其實都會繼續有個上升動力 我會覺得 如果投資者去搏這隻 去沽空的話 我會覺得風險真的比較大 尤其是 暫時市場都有很多衝勁 現階段來說 如果買賣策略上來說 在400元流上 我已經不建議大家去買 現在如果譬如說 你維持貨的時候 我會建議 調轉去看回 可能會分階段去沽出 暫時看回 沽空也不會建議 我會覺得股價表現 會繼續有機會創新高 但問題是 水位不會太多 始終累積了一定的升勢 在這裏 好 謝謝Harrie 接下來另外兩隻 在光榜上上榜的股份 都是內銀股 一隻是健行 現價來說 6.13元 跌1 另外一隻是3988 中國銀行 跌3.58元 跌5.100元 其實內銀 跟隨大師來說 都是偏遠距多 為何內銀方面的走勢 內銀走勢上 周小村也出來說話 人民銀行行長會支持民營銀行 也看到民生銀行 跟阿里巴巴有消息的推出 合作消息 對於國營四大銀行 聲勢 反而消息欠缽底下 我覺得要先消化一會 譬如說939這樣說 本來的股價走勢上 其實也是上到6.12元的位置 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再向上的動力 真的要看大字如何推升 或是現階段來說 都是要先消化一會 現階段來說 6.12元 如果你買的話 我會覺得等到6元以下 才留意這隻股份 好 謝謝 Harrie跟我們更進了 還有股份方面的情況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看看 主要藍酒股 今天下午開市之後的最新表現 現在和大家看看 5個別股份的移動表現 稍後再談過